交通新至上路 驾驶行進斑馬線都得要停讓 但日前在新北市新莊區 一名驕驶為了要領贓違規的行人 遭到後方車輛追撞 驾驶到警局報案 警方卻說行人很難追查身份 要駕駛自己的懶人 這個回覆讓民眾聽完氣炸了 完全不能接受 車輛路口向左轉 突然間一名女子無視耗製過馬路 先生慢慢走 看到車要過 馬上小跑步穿越斑馬線 驾驶只能緊急停讓 讓他過只是沒想到 後車直接追撞上來 另外一個角度看更清楚 後車反應不及 向前碰了一下 行人則是若無其事 進了捷運站 為了閃避違規行人的車禍事件又加一 只是駕駛找到警方想尋求幫助 警方卻稱這行人很難找 要駕駛當下下車攔人 這回覆讓駕駛整個氣炸 我覺得不合理啦 我還要處理交通事故 我不可能車子丟著 然後就去影響交通 事件就發生在20號早上 11點多新北市新莊 擔縫捷運站附近 平時人潮舊很多 而闖紅燈的行人也不在少數 我看到沒車的時候 大家就直接過 行人帝王條款車輛經過就得讓 只是造成追撞事故 真的要駕駛自己攔人嗎 現場應立即向警方報案 並可向該違規行人告知 已經報警 回復不妥讓 受害駕駛滿肚子氣 警方強調會循現監視器 找到證明違規行人 開罰500元 並進一步釐清肇事責任 行人帝王條款再惹怨 民眾少違規駕駛多禮 讓才能減少車禍意外再發生 記得潘文玉楊文豪新的報導